这个范例 当我们打开这个范例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要去分析这个资料 所谓分析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应该是站在你的报表要做给谁看 比如说我想要做给老板看的一个资料 所以他应该会想要看的是什么 是公司的获利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是资料分析人员的 大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把老板想要看的内容做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做 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确定 建立好这个表格之后 老板想要看的应该是说 各年 各年 他的一个业绩表现 业绩表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直接用插入底下的数秒分析表 然后确定 各年嘛 所以我们就把建档日期打勾 还有销售的总价打勾 然后把这个 选一格就好了 折叠起来 变成什么 年 确定 然后做图 做出这一张图 请问这张图里面 我们大致上要知道一件事情 2008年跟2009年来做比较的话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009年是不是比较低一点 不然我们排序一下 排序 就是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常用底下 排序 由大排到小 所以发现2008年比较高 2009年比较低 2010年 更低 那是因为它只有三个月 好了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记住 最重要的重点在这边 所以你们这样可以了解 就说 我老板 我是老板 我看到了 2009年 下降了 哪一个老板 不会追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下降 对吧 好 所以我刚刚只有做大概六件事 先做那个格式化为表格 对不对 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接下来 再做插入底下的数秒分析 选什么 选这个建构日期跟总价 然后记得把建构日期 建档日期呢 做起来 好 来麻烦亲们先动手做一下 miser 呐 喜 快 看